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邊界方塊片 那這裡先帶大家瞭解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物件,我們要知道它的長寬高 那大家這時候會怎麼做呢? 假設像這樣的一個物件 那我們是不是會在前基準面或者是上基準面這裡 先做一個草圖 像這樣子,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然後畫出一個方框出來 畫完之後呢,我們再給定一個距離 然後知道說它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用這種方式來把它計算出來 那這裡呢,其實有一個更快速的方法 就是使用了溶接指令裡面的邊界方塊片 那這裡呢,我們直接做完之後 它就會把它顯示出來 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這裡就會顯示它的長寬高的尺寸 所以當我們的物件有做更改 它尺寸也會跟著變動 所以我們不用每次都去量測它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到底要怎麼去做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我們要怎麼讓軟體自動幫我們算出長寬高呢? 我們就要進入的邊界方塊這個指令 那要怎麼進來呢? 那我們就是要進入一個溶接的環境 那溶接環境呢,有三個方式可以進入 那這邊告訴大家 第一個呢,我們從上方列的插入 插入裡面呢,會有一個溶接 你把它頂開來之後有一個溶接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就會進入溶接的環境 第二個呢,一樣從上方列的空白處按下右鍵 這裡呢,會有一個溶接 你把它點開來 它就會顯示溶接列的一個指令 那這裡呢,有一個溶接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溶接的環境 接下來呢,是第三種 從上方列的工具裡面的自訂 自訂點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上面的標籤呢 看到一個溶接 你把它按下右鍵 然後顯示標籤 那這個溶接的指令的上方列就會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把它點下去 點開來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溶接 那我們直接把它按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溶接的環境 那這邊呢,我們就會看到這裡已經顯示一個溶接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把它套路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來釋放的是幾何形狀的邊界方塊 那假設這裡呢,我有一個圓柱 那這個圓柱呢,尺寸是先隨便給它了 那這樣子我們如果使用邊界方塊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溶接 點下溶接的環境 那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除掉清單之後呢 表示這裡已經是一個溶接的環境了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按下右鍵 把它建立邊界方塊 那我們就會看到這裡呢 它就有顯示出它的尺寸出來了 就是長層寬層高 那這邊我們再把它點開來 這裡會有一個3D 那我們按下右鍵顯示 表示這個就是它的邊界方塊 那是很方便把它做出來的 那假設呢,我在多一個特徵 它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樣子我把它多一個特徵 我們看一下這上面的這個邊界方塊呢 它已經自動更新它的尺寸了 那這裡呢,是一個除掉的清單 假設我這兩個我在做的時候呢 是沒有讓它是合併結果的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把合併結果的打勾給它取消掉 我們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我們就會看到說這裡呢 它變成兩個本體 那兩個本體的話 我們剛在設定的時候 是這個圓柱的邊界方塊 那變成說你是第二個本體的話 那這邊你們要另外再做一個邊界方塊 那這樣子 這個自動更新的話 其實不適用於多本體的 它是要是一個單本體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再把它合併起來 我看一下它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看一下它也自動更新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界方塊呢 是適用於一個本體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如果去更改尺寸 或是去做一些不同形狀的特徵的話 它都會自動幫我們算出尺寸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接下來呢 要進入的是機械零件的示範 那這裡有時候我們有許多五金件 是可能是公用的 或是一些五金呢 數量是非常繁多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需要去知道 每一個零件的尺寸是多少 那我們如果使用了手動去量測的話 會相當辛苦的 那假設我們已經學會了邊界方塊的話 就可以運用軟體自動把它算出它的尺寸 這樣會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進入龍街的環境呢 示範給大家看 那進來之後 產生的除掉清單 按下右鍵的建立邊界方塊 建立完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了這個長寬高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也可以把這個邊界方塊的草圖呢 給它顯示出來 按下右鍵的顯示 那這裡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如果去更改它的特徵的話 這個地方也會跟著變動 是相當方便的 再來呢 再來示範一個異形的羅帽 那這裡呢 我們如果沒有學會了邊界方塊的話 我們需要去畫一些草圖呢 來輔助它去把它量測出來 那假設我們已經學會的話 我們就直接進入了龍街的一個環境 然後按下右鍵的建立邊界方塊 那這時候如果沒有產生這個 建立邊界方塊的這個選項呢 記得把自動更新給它打開來 建立完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出來 像這種方式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一樣可以把它的邊界方塊的草圖呢 給它顯示出來 那你點這個邊線呢 它這裡就會顯示出 是多少的尺寸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那這裡呢 接下來呢 是曲面模型的示範 那以曲面的話 我們能夠做邊界方塊嗎 我們來嘗試一下囉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龍街的環境 好 我們看到說這裡 它沒有顯示的 除掉清單 那這時候呢 我們按右鍵 也是沒有辦法去建立 邊界方塊的 所以 如果是 我們零件是曲面的本體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的喔 那這裡呢 我再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 一樣是用曲面建模 但是最終呢 是有讓它實體化的 那這樣能不能做呢 我們來進入龍街的環境看一下 好的 那它出現的除掉清單 表示我們就可以做了 按下右鍵的建立 邊界方塊 它就會把這個零件的長寬高呢 自動給它算出來 那我把它的邊界方塊呢 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以這種形式呢 把這個尺寸給它算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記得 它如果只是單純的曲面本體 是沒有辦法做的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更複雜一點的一個外型 看它這樣子能不能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預測已經先把它做好了 那就是告訴各位 它其實也是可以做的 是相當的方便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 它一樣是做出這樣的一個方框出來 就是整個外型的長寬高 是蠻輕鬆的 而且它會自動去更新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關於沙利沃斯的邊界方塊 那這裡呢 先給大家複習一下 邊界方塊這個指令呢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開啟呢 那首先最主要的呢 就是我們需要進入融結的環境 那這裡我們剛有去嘗試過 我們使用的幾何形狀 機械零件 或是曲面的外型 都是可以做出來的 那這裡呢 如果你是兩個本體的話 我們可能在做的時候呢 是沒有辦法去更新它的 我們一開始在幾何形狀有去測試 我們如果第二次的特徵呢 是沒有讓它合併結果的 那它整個外型呢 是不會去更正的 它就會連結的 我們一開始給它的一個邊界方塊 那這裡 假設我們是曲面本體 它也是沒有辦法去做除掉清單 所以也沒有辦法去顯示邊界方塊的 所以這幾點呢 各位要去注意一下它的規則 那這裡呢 其實是非常輕鬆 但是可能 不是太多人知道的一個方式的 因為這裡 我們很常 我們如果在量測尺寸的時候呢 往往都是去建立草圖 或者是直接量測草圖的邊線 假設像是類似這種沒有邊線 可以去參考的這種 比較擠的形狀複雜的外型的話 我們往往要去畫出一些草圖來輔助它 那如果一旦這些比例 或者是大小更正的話 我們就要重新來去做一個量測 那這樣一來一往呢 假設你的零件數量非常多的時候呢 就會花費掉許多時間 那我們如果透過邊界方塊呢 軟體自動幫你量測出尺寸 而且它會自動去更新 你如果更正了 或是更改了尺寸 它都會去連結的這些參數 那是相當方便又簡單又實用 這樣子呢 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工的錯誤 以及人工的一個修正 或是要檢查錯誤等等的 這類的問題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字幕君 作曲 李宗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